这个24岁的婴儿正躺在婴儿床里吃奶瓶 奶瓶里面装的是红酒 喝完红酒就该换尿布湿了 他拿出一个家大板成人尿布湿 和一个婴儿纸尿裤叠加放在一起 然后再撒上二斤爽身 这是为了防止尿湿后长肺 换好尿布湿后穿上粉色的公主裙 抱着一个毛绒玩具爬上了巨大的婴儿床 然后再叼上一个从来没洗过的奶嘴 准备美美地睡上一个午觉 他今年24岁 智力啥的各方面都很正常 却唯独喜欢装扮成婴儿 每天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而且他每周只出一次门 那就是去超市购物 奶瓶奶嘴尿布湿 通通打包带回家 家里面放了整整一屋子婴儿用品 这尿布湿都快堆成衫了 但他依然是买买买 就连平时穿的衣服都是可爱的萝莉装 他平时最喜欢的就是叼着奶嘴 他在婴儿床上画漫画 24年从不外出工作 却有一个爱他的男朋友 男朋友表示不管将来怎样 都不会抛弃他 他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姐姐 才会认为自己是个婴儿 经过姐姐的苦苦劝说 女孩才不情愿地同意 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 经过一番交谈后 心理医生才得知 原来是因为女孩小时候 从没感受过母爱 所以才幻想自己是个婴儿 渴望受到关爱 才患上这种妄想症 在此希望女孩能早日康复 过上正常人的生活